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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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这边做一个图片上其实是很常见的东西 并不是什么用Shopify也好吗 转发也好 自己开发程序也好 核心点还是你们来美国的很重要的理念 其实我认为他们那个网站 我们建网站不会用它的那个东西 你自己建是吧 对 我自己建 不用它那个系统 它头额会比较高 头额会比较高 你还有维护传 这个 那里面自己就可以做到个性化的东西 它还做不到 其实它的搭建本身来讲的话 其实它是比较弱一点的 它还是说云霄的角度来讲 会强一点 它只要是流量狗接入这块 对对 接入的东西比较 在SNS 社交媒体这块 你要说起来的话 就问另外一个问题了 Facebook的电商有没有上升过 我们没说 我们产品不太适合 你跟他不是 我们没说 像你们的产品应该是比较适合的 Facebook的电商 Facebook卡 我们也没做 你指的Facebook的电商是什么 他不是也有那个Shop 他也在上面做这一块 是吧 Facebook的社会 Instagram Instagram Bentures也有类似的 这些社交媒体都会往一块切 怎么样 你们看到了 我们有在试Instagram这个东西 但核心点其实要养吧 还是要养 在前期回去 在养 对对 要养 因为它没这么快切回去 是不是 其实某种程度上是社交媒体 更多像坏商品 高品那个产品 对 可能还是要看具体品类 这个东西 就看你做决策 是的这个反应程度 比如说你先买一个小饰品 一两美金的 我觉得在Facebook上面 放那些小广告可能很快 嗯 就是像你们这种决策 比如买家居这种 我觉得可能好多人就是 包括在美国没有很好的 就是 你知道吗 国内吵得很火啊 这些就是Facebook的 社交电商啊 分销啊 在美国 反正我周围的朋友圈 我觉得 就是不是那么去push这些东西 就是用的很多啊 就是 可能各个公司 你注册的时候都会有啊 公司也有Facebook 推特各方面账号都有 日常就发一些 但是你没有把它做的 就是那么去专业的去做 我觉得这样 这是有没有 我也不知道专业的做好不好 在美国有没有公司这样去做 有 有 有 因为最近这半年 平台的卖家找我问的 其中两个问题比较多 第一个问题 我怎么去做独立站 第二个问题 我怎么去做广告图放 张外 尤其是社交媒体 对对对对 这是我们 第一个问题 我们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做的 就是做独立站 对对 然后怎么放管 那也是我们最近在研究的 在中心在做的 你是有专门的人去负责吗 当然 这种任何事情 如果没有专门的人去做的话 二人也去做吧 我们要这样去 我们也有 对 这个团队是有几个人 marketing 是属于marketing吧 是吧 主要的团队一定是发展中国人 我有个问题 就想请教你们 你看 你们已经不像 如果严格意义区分 你们四位已经不算是 传统的 中国的 华南的这种卖家了 铺获的 专门靠黑客气的那种 专门靠平台规则这种 你们继续看 都是 要不就是靠产品 要不就是靠本地的渠道的 或者开发这种优势 而 你们现在 这个SKU 还会像以前那么多吗 因为 你想要做独立战 那意味着你独立战是得 SKU有足够多 不会 为什么独立战 SKU一定要多 那我得逛 我不逛 我怎么可以这样 你就告诉我 哪里的战品就是几百个吗 对吧 我们目前就是这样 你做品牌的话 你SKU多不上去了 对啊 那他们干嘛 你做一个垂直平台 现在他做阿满 他不会那么多SKU的 这几十个 几十个 对啊 还有一个 老美很多在垂直细分品内的一些独立战 它很可能就是十几个SKU 每个行业不太一样 那比如说我们医疗的话 你要做这个块的话 可能就是说少了还不行 他可能 但是他会很集中在这个领域嘛 医疗是个领域 嗯 那去看 其实医疗这个领域 其实还蛮大的 对 那你们的客户是个人客户 还是2B的 这都是2B的 你个人买这个有什么用 他们都大型的器械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其实晚上 那企业里面 一般都是2B的 你个人买这个有些 特别不是个人健身方面的 你卖这个没用 你用不了 都是医生使用的 对啊 那如果是医生使用 那就是 实验里面的谁决策 它其实更多是 针对现象的渠道 对 那你这样可能 像上次2B的这个 不是太尔 亚马逊不是有2B 这么小的吗 Amazon Business 尝试过吗 尝试过吗 Amazon Business 嗯 我们目前这个医疗设备这块 就是正在做这个 Amazon Business 一个申请 因为他需要一个 这不是像那般的一样 不是 他有一个就是 你一般的企业开个账号之后吧 嗯 你要想做一些 就是很 profession的这些传品的话 你必须要申请 就是特别医疗 他有一个叫 Healthy Program 嗯 就是健康方面的 对 那这个呢 就是需要美国的很多这个 他应该叫一个 具体的应该是叫 Holesale License 哦 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批发证书 当然这个证呢 需要美国一个 专门来检 就是医疗方面 一个管理机构 它主要是做这些 嗯 发生了些 有药房 然后这个 药剂师 嗯 医生 还有这种 就是医疗设备啊 或者财道公众商 这种执照的一个 发放的一个机构 BOP吧 一个机构 就申请这个 Whole License Holesale License 这种执照 你才能够去 至少是Amazon 他需要你这个执照 他才给你开放这个权限 那个叫 Business Operation Permit 对 差不多 是这样一个项目 就是反正就是你 就是你企业注册 就是说 正常喜欢你企业注册账号 不是就卖吗 像其他产品的话 这些东西都可以卖 但是你做医疗 很专业的东西 他就需要一个 那其实你提到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现在 在国内碰到一些 开始从扑货 开始往一些缩小SKU 时候 他们想去做生发 但是他们不想让 你们几位 已经下了决心 在这边去做 以这边的基础去做 他们还是以中国来去做的时候 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知识产权的 还有相对一个 认证的问题 你们现在还做 不过 应该这个事情 你们都做完了 这段时间 你马上往大做 往前来做 这是必须要过的 你不过就没有 你没走过 就这种情况 必须要这样做 上走 再走 正在走 现在摸 对 我觉得我们医疗 肯定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但就是我们 会尽量的去避免这些东西吧 因为我最近的半年碰到了 问题就是刚刚问的独立战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最多的是 找靠谱的知识产权的输送败理 干嘛 干嘛 就是反正有纠纷 也不知道谁对谁说 先不管谁对谁说 但是有纠纷 昨天我们那个会上 不是前天会上 还有一个说 至少我可以给你 找我们律师行 至少可以给你写一封律师信 那个 这威慑一下 还是可以的嘛 但你这个问题 其实 你说下去的话 你们在这边生活完了 就很清楚 知道这个律师费是很夸张的 几乎是无底洞的 我听朋友讲 我也不太多 他说美国这边 就是OK 这种律师 其实大企业这些官司 其实就是 到最后就是 谁更有经济实力 那谁基本上就是 因为有些东西可以上诉 各个方面 你知道可以拖很久很久的 就把你拖到 就不能办了 然后过来 拖到你就没有经济去做这方面 所以你会发现 有趣的东西 你们几位在来这边 一方面是因为家庭原因 另一方面是失业原因 但另一方面 你们也发现 其实可能 当年在 包括现在我们也不少 在中国大陆的朋友 他们面临的竞争 其实还是很低纬度的竞争 就是你来做什么东西 人家就给你发一个诉讼 半拖半年就告诉你了 那你就不要做这种东西了 你看这选的时候 你不要进入的时候 想趁别人留言 趁别人 大哥我用选品眼 就选个选品软件告诉我 这个东西好办 这不是没人做 而且利用很高 那就是银行里面有很多钱 你是要吃钱 这个东西也需要 就是你在做这个阶段 也需要就是了解一下这个专利问题 也是需要的 需要把你这些 原来我们做家居的时候 也会就是在你的这个选品阶段 就已经把你这个这个 反倾销啊 专利啊 去进行一些查询和归类 就其实应该是做这样 做在之前 但是即使是你做了 因为涉及到某一个产品的话 它专业性还是很强的 也会碰到 只是说 就没有那么很明显的那些东西 它只是更多的 就是说这个专利会 以后是技术性专利 首先你这样做到 你品牌专利 你肯定是碰不到了 对不对 很傻的已经做到 再去做 变成一样的品牌 或者同样的这种 就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这种外观 它可能会改进一下 但是说 这个技术专利本身没办法 它有些技术上 你知道吗 你还是会用到它的技术 就是其实还是有一个 它还是更深层次的 对 就是不是那么明显 我觉得现在所有的 做跨境电台的企业 是吧 真的能够触碰到 核心的技术上的主要力 是不是可能还是比较傻 还没到那个程度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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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举一个例子 你可能认识 佛山的一个家具类的卖家 Mark 曾总 曾 曾 曾 老曾 前先生跟我提到一个问题 说 他们现在也碰到一些头痛的事情 还不是说在做4 seat 这是产权的一些折纷的问题 我当时也论了 我说 你做一个厨柜什么东西的怎么贵 龙头 我看他做的龙头 4 seat 那个龙头 就是里面一些核心的固件 黑纤里面的那些 核心的固件 就是龙头嘛 你从洗菜啊 各方面的那些 那个算是发明装 因为美国只有两种装运类型 对不对 发明了几年 两年 三年 那就好久了 对不对 一个是发明性 还有一个就是外观 对吧 那么不确定 就这种 对 外观是比较容易规避 对 对 你发明装内 它是功能性的 功能性 功能在三年之下 对 这个东西你要看什么 去定义这个东西 然后包括我来L.A.之前 还有个朋友 他说我提到一个事情说 能不能帮他一个毛 他们有些产品 卖的东西 跟一个日本人在美国卖的东西 又有去市产权问题 见了 毁了 以前从来不会问我这些问题 现在是能不能问我这些问题 嗯 然后我是特别好奇 其实你呢 现在这个 波哥是应该走完了 你看你自己 还在路上 还在路上 因为这么多的企业人 感觉做这方面 肯定会 就逐步碰到人家的这些东西嘛 嗯 另外 就是你越做 其实你越深 那些 就是 拥有专利这些 你会伤害到他们的利益 那其实换你的说法 说 妈 我就不管了 我不做这么多 我还是扑货 我还是扑货 我就做便宜好了 没有出路啊 为什么 市场 美国穷人多啊 对 也是啊 那跟江卫市那样的 没利润哪 到最后啊 你们现在还有做工 行吗 哇 我超没做工 哈哈 老爷有做工吗 没有 为什么 江峻那个话 你们应该还行吧 为什么 是不是才卖集美集的东西嘛 为什么 要义务 不知道有人做得不错 但是 那个叫什么 华兰的第一 华东 深圳有几个叫什么 板江湖 华东 为什么 做那个 我们一屋的有一个叫那个什么 做得还不错 叫什么 华兰的 华兰的很便宜的那些 对 应该做饰品这种 毛利还是很高 他这种东西 你看看那极美金带的它是毛链很高 你现在说的伊贝做杂货 其他平台都不做了 魏史也有 但是主要是韩伊贝 伊贝 伊贝 沃尔玛 杨玛逊 沃尔玛最近几年增长得怎么样 我特别好奇 沃尔玛中途很快 很快哈 沃尔玛中途很快 它的 我印象中18年中旬 曾经是有代理 看不了账户也有 看不了 不是一直有人在说开账户这个网络 也有人在投资源 之前是Tipris 对对对 后来又开不了了 沃尔玛这个事情 目前来说我们所知道的信息 我不确定 我想听听你们的一个验证一下 只有最靠谱是美国公司 而且在美国有资尔巴金的运营的 有些相关的信息的 而且它是做过KYC的以后 你才有可能去申请你的通过 非常的非常的深 沃尔玛 沃尔玛我们有个账往里面上面卖 好像是几天前才开始弄的 但是你要是帮助你的 你的那个什么产品不好量不行吧 你帮助你的气配 变很差 变很差 对 沃尔玛 沃尔玛 你必须在杂货才行 沃尔玛 你们可以 他有种可以 我是沃尔玛的话 早前申请了两个账户 一个沃尔玛就是它的 是叫marketing的这种 就是第三方 这个就一般 很一般 另外我们当时还申请了一个 沃尔玛的DSV的vendor 这个vendor还可以 其实类似这样的 这个我们有 VC这样的 是不是类似VC我就不知道 对 DSV我也听他们在弄 他们在搞 这个还可以 其实它更多是真的它内部产销的 一般情况下会 你比方某一个产品 你想要销售 你会报给它一个价格 然后它接受之后 它就会让你的价格一直采购 那你们沃尔玛追 我听我们的说 因为我也是觉得沃尔玛它的增长 未来应该是比较不错的 但我们传说沃尔玛现在整个后台 它所有的东西 还是不太那么完善 是 你传东西整容是 它一个form表格去update 就所有的东西 你不能够说 你登了一个 就像我们其他listing 你边界的很难 弄完之后 你价格你控制不了 弄完之后 就是你 posed了上去之后 你就不能够去控制它了 至少是DSV vendor 它是 vonder fix的那个价格 对 是它定的价格 它跟你多少利润 跟你没有关系 然后呢 所以其实按照我们刚刚的说法 你看 沃尔玛其实同比增长 我没记错的话 它的同比增长是比亚马逊 要快了一倍 但是我听说的是这个marketing这块的话 嗯 就是它的这个marketing这种 account 对 它必须是那个就是你知道吗 有很多很多产品 就一倍一倍 做一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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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才能做起来 哦 那其实这就以前就不公布的这个问题吗 因为它上面产品还是毕竟不是很丰富 对 所以它就就这样吧 它就必须需要那种 嗯 大部分的行 哦 但是我想说你的 你的那个细分呢就做不来 是是是 所以我想问 因为我们团的那个负责就是说 说 你说要做DSV 会考一点 DSV我们有做 对 LSE就是Bunder吗 对 类似Bunder 能申请的 我们还吃已经一年了 没下来 比较早 还要交保险 还要交一年 交三千多保险 到现在还没人呢 对对对 什么都要交这些 我没有在考 我这什么时间申请 已经下来了 OK了是吧 我没有 卖一年 卖一年 mayor了 好想 反正如果 那你是比较早了 对对对 但是 但是沃尔玛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的这个客服问题其实还好 就是退货 cada 举众 muy DSV的话 它这样 D05V的退货多应该 下一个 Muy 它的退货不跟你没有关系 退货 他退货 他退货自己消化了 他自己消化了 他有退货 退货自己消化 他把 我们以前卖一套 卖那个什么 我没卖那个什么东西 关键是 那客户直接打电话吗可以 那后面就退货就是 因为他们的客服很差嘛 所以客户投诉 乌尔玛也没用 然后他退的也少 关键一点 他DSV的话 他的物流费用是他承担的 这不是太了解 我马上想 你Marketing整个的增长率什么呀 每个月 还有DSV增长率 那个什么 DSV还可以 它没有 整个行业你 没有 我们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因为我们产品就那么多 他没有误详细的数据 但是他的电商同比增长 增速是比样本性要快 这个数据是 它还有什么百分比 百分之二十几 因为我一直居然知道 假设我们在上面做是不是 那整个网马它自己在百分之二十 那我们应该不能低于它 低于它在这就做得不好吧 我印象上没几乎百分之二十多 就每个月比三个月这样 才百分之二十 年度同样 反正DSV你再多去沟通沟通这个 这个是吧 可能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沟通沟通 未来还是值得去压压的 因为有钱了 然后之前又是干零售的 而且到现在 物流也要改善 对对对 他一直对标的亚马逊在做这个 那在Ebay现在在美国本地 现在是什么情况 因为我那个后天我就会去Ebay 应该是大后天 大后天我去Ebay 你去总部吗 对总部 我5月份我去了他们德国总部 我这次去他们这边的总部 Gobo的总部 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的 有什么想问的 因为Local的这些跟卖家好像跟中国卖家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你看你算是本地卖家了 老鱼现在还是算中国卖家 他应该有美国要看吧 他只是刚刚过来 我们也是中国的卖家处理 因为我们操作团队全在国内 他美国你这样翻的话 应该是看你的账号是在中国 账号也都是中国的账号 美国账号你要需要销售生意 这样是吧 我们中国美国账号都有 我们美国账号找不死呀 找不死呀 其实还是中国账号 中国账号美国就会继续 这样是吧 对对对对 据说别人说是美国账号流量大 但是我们也没觉得 有什么区别 他可能就其实跟你讲 马逊是中国账号和美国账号 可能是这种感觉 他可能稍微还是有一点 但是中国的运营 还是实在太强了 对 他早就把这个盖过去了 中国的运营 把这个盖过去了 看跨境就阿民